在台南爆发了重大的社会案件 是两名原警追捕犯嫌人的时候 居然被嫌犯给袭击 导致两个人伤重不治 最先来请在下午四点钟的三点准备 我们要联系给湘怡 来告诉我们 湘怡 当时被发现的时候 两个人都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 那不过抢救之后还是宣告不治 而刚刚市长黄伟哲也有来到现场来听一下 最新的访问 针对这一起原警 因公执勤的时候 不幸殉职的事件 我们表达最大最沉重的哀悼 那也会全力协助家属 来办理后续事宜 那警员发现了犯罪嫌疑人 就奋不顾身的去执法 我们表达高度的敬意 那这个是百分之百 因公殉职 那希望说中央也能 合与最优的抚恤 而最了解呢 早上十点四十分的时候呢 台南二分局民情派出所的图信远警呢 是接到了民众报案说有机车失窃 于是呢 他查了这个车变系统 发觉到说这个失窃的脏车是在安南区活动 在这27岁的潮信远警呢 就两个人来到了现场 没有想到呢 和嫌犯呢 是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其中的嫌犯还拿出刀蟹 被对他们两个攻击 而潮信远警呢 还有在喉咙区呢 还有一道长达20公分的刀伤 那两个人抢救之后呢 是宣告了不治 而至于嫌犯呢 是骑着机车 车牌是369PGB的车牌来进淘逸 那据了解呢 刚刚市长环卫哲呢 也已经下令要全台来追气 那目前呢 直到呢 这个嫌犯 台南警方也公布了这个照片 嫌犯是一名叫陈伟杰的一名男子 那有诈欺以及偷窃前科 那现在在全台弃捕当中 以上在现场的最新消息 交给棚令 好 我们谢谢湘怡 在当地我们带来的最新消息 那观众朋友 如果你现在才加入 而且呢 还不了解案情的话 接下来几分钟 我们赶快带您来回顾 整个事情呢 发生的地点在台南市的安南路 北扇尾三路 原本呢 一开始是两名园警 在据捕一名窃导通气犯 结果后来发现 居然受了重伤 其中呢 你现在图卡上看到的 36岁的图形园警 他的颈部还出现了 20公分的撕裂伤 后来甚至被发现 他的颈枪也被抢走了 前前后后呢 一共两个弹夹 24颗子弹不见了 而当时呢 在他一旁的另外一名园警 就是曹瑞杰 他被发现的时候呢 他不只身上多处刀伤 更发现他的身上 其实没有带枪 那到底谁做的这件事呢 目前警方锁定了这名嫌犯 而且呢 锁定了他的机车 以至于现在图片上 看到的这辆 深红色的普通重机 车牌呢是369PGB 警方呢 现在开始在线上下令 在全台要进行围捕拦截 当然也提醒警方同仁 要注意安全 不过呢 既然聊到警方 我们就来看一下 台南市警局方养宁 在事发过后呢 他的行程 他先是赶到齐美医院 后续呢 也出来对外谈话 我们一起来听谈话的内容 台南市安南区 在上午的时候 是发生有两名第二分局的远警 正在执行这个 追捕张车的勤务的时候 遭到了歹徒用利刃割伤了喉咙 是双双殉职的意外 而这起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在稍找台南市警察局长 方阳宁也书面说明案情 来听一下方阳宁怎么说 首先我要很遗憾的跟大家报告 我们两位英勇的同仁 一位涂铭城 一位曹瑞姐 那议员目前都宣布 因公殉职 受理到民众失窃 普通重击的一个报案 然后根据我们的车辩系统 发现这部车还在安南的土城 这边活动 所以当时涂铭城 他是被请的勤务 那曹瑞姐是交通机察的勤务 他们两个就混编程 搭乘一台巡逻车 驾驶一部巡逻车 就追着这个车辩的这个轨机 追到台江大道跟北扇尾的入口 那原来还有一部机群的 陈俊安同仁 赶到现场的时候 就发现 涂铭城跟曹瑞姐 满身似血的躺在地上 好的方阳宁是表示呢 是这名36岁的图姓袁警 他身上是有配枪的 而他当时是接获有民众 报案自己家中的机车 失窃之后 立刻就跟另外一名草信袁警 是双双的搭乘这个警用车辆 是前往追捕这个脏车 在过程当中 不知是为何跟这个歹徒 发生了扭打冲突 先是由这个图姓袁警下车 跟歹徒扭打 好 谢谢福贤 不过整起案件 最让人惋惜的就是 两名袁警殉局 这回其中一个殉局的袁警 就是27岁的曹瑞杰 根据了解 他其实跟家人的感情很好 先前才因为爸爸车祸走了 跟哥哥的关系更加密切 但是无奈 在曹瑞杰抢救无效之后 哥哥也在脸书上面 写下了这篇文章 其中他也写到了这一段 他说为什么老天 总是带走那么善良的人 事实上除了曹瑞杰 他本来不是在台南服务 本来在台北服务 是因为要照顾长辈 才从北部特别调回台南 因此前同事也说 他其实十分孝顺 得到这些消息之后也很震惊 为了追捕张车而不幸罹难的 这两名袁警 其实年纪都相当的轻 其中这一名曹瑞杰 他是近期才刚刚从北部的 警察局调回到台南 那么他的前同事 听到这个消息都相当的震惊 来听看看他们怎么说 大家都很生气 因为我们在许诺的时候 可能明时我们还请另外一位同事 赶快去写了 是不是我们的同仁 我们这边叫消息的同仁 很认真 然后跟同事都相处都非常好 他到回台南之前 我问你怎么要回去 他说他要回家照顾长辈 那长辈我都没有多问 这样子 听同事说他原本是在新隆所 因为待了四五年 因为很认真 那么最近呢 因为家人生病 才会请调回来 而这个曹瑞杰 他因为是阿公阿嬷带大的 阿公最近也因为生病了 所以才会请调回来台南 没想到呢 就传来这个噩耗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名三十六岁的图明臣 他过去呢 也因为好人好事 包括了寻找这个迷路的老人 还有帮外籍人士解决疑难杂症 那么他的照片呢 也PO上了警察局的好人好事的官网 接受表扬 那么这一次出勤务 没有想到 反遭对方给歌喉杀害 跟他们相处过的同事 都感到相当的难过 针对这起 社会案件 从中蔡英文呢 就指示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 要逮捕嫌犯 而另外呢 立法院长游锡坤呢 他也特别喊话 说这个案件 一定要让范贤被判处死刑 那由于现在目前情节重大 所以包含呢 你现在突然上看到的 警察署长黄明昭 另外还有包含内政部长徐国勇 都紧急南下 那施国勇呢 在南下之后 也接受了媒体访问 他针对了这起案件 他呼吁警方 在追起歹徒的时候 如果可以遭到抵抗 可以大胆用枪 一些杀害警察 天理不容 人神共分 所以我也责任我们警政署 务必立即即凶凶 那现在有一把枪 跟二十几发的子弹 被他驱走 所以显然的现在的 这个杀警的嫌犯 还拥有枪戒 所以我也请我们警政署 要责从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们 在急凶的时候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欲有反抗 我们大胆使用枪戒 绝不客气 那我在这里 对两位 园警的牺牲 两位园警 都比我的孩子 还要年轻 所以我 非常的沉重 那我们 也对家属 表达最大的爱道 一些杀害警察 除了中央官员之外 台南市的市长黄伟哲 在得知消息之后 他也火速的责成了市警局 要掌握侦办的进度 同时也要求随时要对外说明 而对于两位警察同仁的殉局 黄伟哲说自己其实非常难过 也特别安慰家属 要节哀 而且保重 他也承诺市府 接下来将会从优辅恤 而且要全力来协助善后 事实上每回重大刑案发生之后 除了哀悼跟协助家属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能够从事件当中 找出避免让悲剧重演的办法 而距离17年前的今天 也就是2005年 其实在新闻市的戏指区 也曾经发生过杀警夺枪案 一样 是两名园警巡逻的时候 遇到两名凶贤 当时是拿着蓝拨刀 跟开山头从后面攻击 一名红杏园警身中15刀身亡 而另外一名园警 则是脖子被划伤 他的配枪跟子弹 也都被拿走 人家都说当警察危险 但是你看各行各业不都有危险 但是警察真正说一年之内 一年说真正因公殉职的警察 有几个 其实人家几个 各行各业你说 也会有各行各业的风险 对啊 但是只是那时候我对我说 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打一笔脑汽车 后面就有一个人 我就隐蔽听到人 说人来啊 人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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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东西然后一直打 然后呢 然后那个 警察就打 他就说他怕他就说 我哪儿穿就来 2005年4月10号 一个初春的星期假日 时间接近中午 两名横坑派出所远警 进行虚弱情务 红重男载前 张大号载后 不过禁用机车才刚刚停下来 一名身材精壮的男子 从后方用力勒住了 张大号脖子 如果头被抱住 我问你刚才转身看红重男 我只听到说红重男 有对那个人讲说 他就说你怎么要争笑 那时候我本来 那时候以为说是红重男的朋友 在对我 对我或对他 一起在开玩笑 但短短几秒钟之后 张大号清楚意识到 自己的生命 受到严重危险 你今天晚上说 我要发想你 身体没有力气你知道吗 身体没有力气 而且眼睛那时候 一片模糊 可能那时候我已经 因为可能脖子就失去 张大号脖子被砍杀 分头伤痕 又长又深 右手食指肌腱也被砍断 经过抢救脱离险境 但他的学长红重男 却因为伤势过重 不信心 心情难道 两人歹脱光天化日杀子夺枪 不仅公然向公权力挑战 更预告重大刑案 纯纯欲动 在四月二十四号 选指远离红重男 二七这一天 警方埋伏一夜 扶小空间 开山刀 我那天喜欢玩刀 以前我弟弟他们做贸易的 我刀很多 我看楼下也有 我都很利用 在楼上衣柜里 警方搜出二十多把锋利兜线 甚至家里供奉两把武士刀 继续攻了 另外还有一把 十次攻击的先抢警枪 准备再抢银行 大干一票 守法之凶残 人神共愤 直到2009年 最高法院 已抢盗杀人罪 判处王伯中 无期徒刑 王伯英死刑 但至今 王伯英仍在积压 等待抢决 要算他 警方搜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